大家好 咱们今天来看几个视频 首先是某音上这个叫科眼看生活发的 最近国外一男子被中国一位明星吸引 非常的崇拜他 老外有知道拆水坤的吗 还是崇拜 老子进水的吧 我说的是这个营销号 于是就用999根火柴 花了近半天的时间 摆放了他的畅畅 最后老外还将火柴点燃 火柴篮球人瞬间就火了起来 大家觉得这个实验杀掉吗 你他妈的才沙雕呢 这999根火柴是从哪儿掉之的 你数了吗 原视频标准上明明写着3000根火柴 还有实际拍摄用了一天 怎么变成半天的 另外半天被你偷了吗 抄也要认真点行播 咱们来看看这个抄袭视频的数据 点赞数有35.9万 评论7000多 转发6000多 这个视频我也有在抖音上发 咱们也来看看我的原创首发视频数据是多少 202个赞 评论30 这里面还有一个赞是我自己点的 抖音不是号称算法巨流的吗 怎么这个抄袭视频 比我的原创首发视频的点赞数还高了1000多倍 顺便说一下我的视频也会在抖音上面发 但是目前粉丝没多少 也就2万多 倒是收到了两次系统警告 说我的账号被识别搬运内容较多 然后呢 申数也没人搭理 后来还是通过我的私人关系 找到在抖音工作的朋友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抖音 干的不错哦 第2个视频 好看视频 百度下面的一个叫 撕撕砍宠的账号发的 说到老鼠相信很多人都会皱眉头吧 他们不仅喜欢偷吃食物 身上还携带了很多细菌 它的繁殖能力和生存能力都是非常惊人的 那么将老鼠放入真空环境中 会发生什么呢 国外这位小哥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透明箱子 从哪里看出是国外的 老鼠在观察了一圈之后 迟迟不肯离开 男子直接用力将老鼠推了进去 我什么时候推过它了 我连碰都没碰过这只老鼠 但是老鼠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随着将 等等啊 这个设备上面明明有换字 当男子用木棍碰老鼠的时候 老鼠依旧没有任何反应 看来老鼠生命力在顽强 也无法在真空环境中生存呀 营销号的生命力也挺顽强的 不知道能不能在真空里生存呢 再看看这视频的数据啊 50万播放还打上了原创的标签 这个视频应该能给这营销号带来 至少1000块的收入啊 再看看这个号 一天更新N个视频 全是老外如何如何 国外小哥如何如何等等 哇塞 还是优质原创作者 2.8万粉丝 2000多万播放 应该挣得不少钱吧 第三个视频 QQ看点 一个叫木木君的账号发的 嗨大家好 本期精彩视频和大家愉快的见面了 我是鸡腿 不得不说老外的脑洞 简直比无底洞还大 今天无聊的老外突然想吃大闸蟹了 那么他会用怎样的方式烹饪呢 大闸蟹这东西不是中国特色吗 我想知道老外有吃这东西的吗 老外先是将一个银色的铁球放在钢钉上 再把螃蟹进行刷洗 洗好后便放入了锅中 再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这个油糊难道看不出是中国特色的食用油吗 锅里的油也沸腾了起来 并且还不停地帮螃蟹翻身 这筷子都拿出来的 你还给我说的是老外 让它受热均匀 没过多久一只美味的大闸蟹就出锅了 将其加到碗里以后还撒上了秘制的佐料 接下来就是享受美味的 老外有这样战畜吃的吗 小编看着都流下了口水 不得不说老外的生活真的是丰富多彩 造谣的手法也是丰富多彩哦 第四个视频还是QQ看点 这个叫小五说三龙的账号发的 哇塞 独家手发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精彩内容 说到蔡徐坤 想必许多小伙伴都不会陌生 想必许多小女生可谓非常喜欢她 却不在今天视频中一个妹子特别喜欢她 并且还有火柴特地制作出了打来求了她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妹子将两根火柴用胶水里面接起来 改国籍就算了 连性别也改了 看来我不仅是老外还是美女老外 让人浮想联翩哦 看来这个图像是否非常逼真呢 随后妹子拿出火柴 将这幅火柴画给点燃了 只见大火迅速烧没起来 这幅画瞬间被大火所吞没 不过仍然可以看出画的模样 这样画面看起来是不是很炫酷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画面想说什么呢 我想说营销号司马 好吧 是时候证明我的真实身份的营销号们看好了 这是我的护照啊 上面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护照有点旧了 所以可能看不清 但是这个国徽应该是看得清楚的 咱们再看这个信息页啊 国家码CHN代表China 出生地点和签发地点都是湖北 然后呢 性别 男 看清楚了吗 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啊 也没有移民 那些营销号们 你们到我视频就算了 凭什么给我随意改国籍了 侵权也有点底线啊 刚才那几个啊 我都将投诉举报 同时保留追究 侵犯我民意权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当然这可能并没什么软用啊 因为我展示的只是众多营销号里面的冰山一角 保守估计啊 我的视频被倒的次数在千次以上 这其中不罚播放量百万千万的 也不罚一些官方大号 例如这个虎扑的官方微博 还有例如这个台湾TVBS的YouTube账号 因为我的视频尤其是早期的 很多都是没录脸的 所以成为了这些营销号们搬运的天堂 我最开始呢 还当回是去各个平台举报投诉 后面发现举报处理的速度 根本赶不上抄袭侵权的速度 如果我全部去投诉举报啊 可以说什么都不用干了 至于这些营销号们 为什么这么猖獗啊 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咱们有时间做视频 专门来聊一聊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认可原创视频的价值 不妨动动手指 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